哈喽 喂你好 你好 有事吗 你好我接到这个电话 说有什么上庭的事情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接到这个电话 电话里自动语音告诉我的 那您现在是在查询是吗 他让我转这个人工咨询 我不知道要查询什么 所以您是要查您现在 您是说上庭的部分修身 对我不了解这个情况 能告诉我们 那我这边先上电脑帮您做个查询 那要麻烦您提供一下姓名 我这边输入电脑 好我叫刘涛 怎么书写 刘就是刘备的刘 涛是波特的涛 好那刘先生避免说有同名同姓的情况发生 麻烦您提供您的出事里面的日 是1976年3月8日 好那您这边稍微等一下 我上电话帮您查询 喂刘先生您好 你好 今天邦查询到您是有一份文件呢 是由福建省福州市的人民检察院 给您发出的紧急通知 那是通知您将在今天晚上的酒店中 会将您本人给驱逐出境 你明白吗 为什么呢 您不清楚吗 我不清楚啊 那我这边先跟你说明一下 这边是看着是说在今年的7月5号 在福州市昌山国际机场 有查获到一位名其华人 男性 名字呢叫做王兵 文武兵 请问刘先生您这个认识吗 不认识啊 从来没听过 是这样的 这个刘先生 因为说这个王兵 他当时在路进福州机场的时候 是有被查验到 里头有20多张的银行卡 以及护照 那其中有一本护照 是用你刘涛的名义申办下来的 而且他还有向警方谈诚 这份这个护照 是你这个提供给他的 那你怎么会不认识呢 我确实不认识啊 那您的护照怎么在他身上 被他们当地的公安找到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这个问题 应该他来证明这一点呀 什么 对那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会跟我牵扯到关系呢 这个法庭还没有判 为什么会让我出境呢 那我这边跟您说明一下 因为说呢 现在呢 这些相关信息确实都是你的 这本护照也是实名登记在你名下 那现在这福州市的人民检察院 已经对你本来提出告示 导致说你有犯罪记录 依照咱们特朗普移民新法的避解程序 我们会将一个人给驱逐出境 你明白吗 那我这样能做些什么呢 什么能做些什么 那我就准的是离开 离开美国了吗 对就是说晚上九点钟 您就会被驱逐美国了 明白吗 不可能啊 因为中美之间没有这样的一个 地解的这样的一个条款呀 先生你要不要先打开你的电脑 上网查一下特朗普移民新法的 那可以 好 你这个先查一下吧 我现在没有看到 那那那我 那如果我不走了会怎么样呢 什么 如果拒绝离开呢 你没有这个权利啊 今天是说 因为说 我相信你这个也知道 近期间美国已经非常动乱 只要说您今天有犯罪记录 不管你是酒驾还是怎么了 那依照新法 我们肯定就是为将你本人强制的驱逐出境 你明白吗 那你能帮我做些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了 什么不知道 我刚才不是都跟你说明清楚吗 那我已经说那不是我做的呀 你是肯定说你都不认识这个王斌是吗 我肯定不认识 那如果说刘先生你所说的情况是属实的话 我这边能够告诉你的 只能跟你说 如果说你真的不认识这个王斌 我们只能建议你 这个赶紧先向事发当地 福州市的公安局报案 那你请他们调查清楚之后 传送一个保安证名单 到咱们移民法庭 我们收到货才有这个权利 能够取消的你的驱逐命令 你明白吗 那今天是不是来不及了 你说什么 那你不是说今天晚上就要驱逐出境吗 那我今天做这个肯定来不及了 你是说你是怕这个动作 这个报案程序来不及是吗 对呀 我这样问你好了 相信你也知道 咱们国家单位的电话都是有录音的 那你是能在电话中保证说 你这个都没有把护照 借给其他人 对我肯定可以保证 好 如果说那你能够保证的话 我能够帮到你的 就是等会呢 你电话不挂 我以咱们单位的名义 来帮你这个担保 那将你的电话打通上福州市的公安局 请他们在第一时间来帮你做这个调查 你看这样子行吗 OK可以可以 好 那刘先生麻烦你这个先去找张纸跟笔出来 我把这些相关材料提供给你记 方便你有一个证据能够保证 你给他有纸笔吗 可以有的有的 好 您先记一下 你这份文件的编号是049 049 868 你记好跟我说一声 我再提供给你记 我记好了 好 那您记一下 当时使用你护照的人 名字叫做王兵 三肯王 文武兵 文武兵 OK 那他当时呢 路径的时间是在今年的7月5号 OK 那路径的地点呢是在福州市昌山国际机场 好 好那您将我这边单位你记一下 我这边是咱们旧金山 旧金山 移民法庭 移民法庭 那我叫我叫江俊 长江的江 英俊的俊 再等会儿 移民法庭 长江的江 英俊的俊是吗 对 OK 那您接好跟我说一下 我写好了 好 我这边跟你做个说明 等会儿也就是说呢 电话接通后 你这个务必实话实说 也把你记下的材料 提供给他们当地的公安统治 那你请他们调查清楚之后 回传一份保安证名单 到咱们移民法庭 我们收到货呢 就会立马帮你取消 对你的驱逐民病 你明白吗 好的 好的 那你都清楚了是吗 对 对 好 那你稍等一下 电话不过 好的 我立马将电话 打通上福州的公安局 稍等一下 好的 谢谢江一英 欢迎致点福州市公安局 国际犯罪调查科 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 是你我的责任 喂 你好 公安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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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知道 我收到一封什么信 就是从福州官局发过来的一个信 说因为我在美国 说要把我驱逐出境 驱逐出境 对 所以一个这个什么旧金山移民法庭给我转接这个电话过来的 那您是犯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他说有一个人用我的名字去注册了很多护照 谁用你的名字注册的吗 一个叫王斌的人 王斌 你叫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刘涛 什么写 刘是刘备的刘 涛是波涛的涛 刘涛 我问你啊 你说你这个事情的话 具体是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我的吗 移民局有没有跟你说案件号啊 哦他说是零四九八六八 我等了 你刚才说王斌 我就上电脑看一下 你是出生于76年3月8号的六童吗 对 是的是的 我跟你讲啊 你涉及到的这个王斌是我国现在在正办的诈骗洗钱案件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一直都没有在公安局这里报到啊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啊 你不认识的 喂 喂 有声音吗 你好 能听到吗 你现在到 你现在通风方便过来一趟了 我怎么可能 我在美国怎么可能方便呢 你现在美国 对 我现在的话会针对这个案件来帮你本人来做一个声明和了解啊 因为这些行动是给你发通知 但是你一直都没有过来 您给我发到哪呢通知 喂 听太清楚 喂 你那头是信号不好吗 现在可以了 我先问你啊 你说你现在在美国是做什么 我 我是打工的呀 你在美国工作吗 对呀 你有没有认识一个叫做王斌的人啊 我不认识 认识到这一期诈评刑事件案件的人先犯 他内刑已经被当公安局的抓了 现在人员又在基督所 那当时我们有从他的家里啊 找到了248本的人头账户 还有护照 还有身份证 以及大量的现金账款 那其中既然有找到了你的名义所开办的这个建设银行账户 还有你本人的护照 身份证 那你说不认识王斌的话 你的这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出现他 他办这窝点里呢 他什么时候办的呢 因为我到美国已经很长时间了 什么时候办的 7月份的时候 那不可能啊 我到美国很长时间了 我都不可能到国内办这些东西 什么时候到美国的 我零几年就过来了 你已经在美国是多年了吗 对啊 你确定你都没有认识这个人是吧 确定非常确定啊 那我问你啊 你有没有反比的账户金丢过 还是有借给别人呢 那从来没有过 都没有 还是说你的这些身份信息 有在哪里透露过 对于王斌中国人的利用吗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对啊 我不记得发生过任何这种事情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在办理内容的时候 还是在网上购物 或者是注册什么账号 现在手机上 你会下载一些 什么银色的软件吗 没有 因为我很少用我的护照呀 你如果要在国内开一个建行账户的话 不是需要国内的信息吗 而且需要本人去呀 那我都没有去 他怎么能开的 他肯定是做的假的呀 所以才会找上你呀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呢 对你现在的话 你一直就跟我说这个建行账户 你不知道啊 你没有办是吧 在湖州的建行账户 你有没有到过湖州 我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去过啊 我是北方人呀 你都没有来做 好 那这样就奇怪了 那既然王斌 他的犯罪过点 你出现了你的这个账户 那你既然说没有 那我可以以头里的怀疑 你的信息是给他们一个利用 那当然针对这个案件 我还是要跟你了解清楚 要帮你做比误 你了解吗 我会拍上这样的事啊 那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呢 能把我这个 就避免找到这些麻烦 我跟你讲 待会的话 我会针对你的这个情况啊 就是生活周到的环境 我来了解看看 有没有造成你个人性 外界的一些渠道 甚至是说你本人有什么样的犯罪动机 如果没有的话 看能不能尽快的搞出一个线索 来帮你厘清你跟这案件的关系 了解吗 好吧 那你刚才说 你现在人在国外 没办法过来公安局的话 我只能把录音的方式来帮你做 那这边的话 有几个规定 我先跟你说清楚 那你说 首先第一的话 待会这个笔录是一对一的问答方式 我们来讲就是我问你答 那整个录音过程当中 不能错误到你深刻 任何人交代或成功的声音 否则会造成法律 这个笔录和失效 会影响真实性 到时候重做的话是很麻烦的 了解吗 OK 那请问一下 你现在人的位置 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我在外面呢 我在上班呢 在外面 你在单位上吗 对啊 那单位上有没有什么样的 这个环境是适合坐地路的 空旷一点地方 对我现在在车里呢 我在单位的车里 我们现在中午休息 你自己一个人在车吗 对是的 那请问一下 待会会不会突然有人来叫你 没有我们休息两个小时 我现在只过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而已 好 那再来一点 待会我会请这个电信网警啊 来针对你的手机做检测 查看你的手机有没有被确定造用 导致个人性系统手机上 回来卸外流 明白吗 可以 然后待会如果说啊 在检测的过程当中 你的手机可能会更耗电 那不要说比如做到一般煤电关机了 你现在帮我看一下电量还有多少 现在40% 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样的检测呀 信号员的检测 就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检测 我现在手机还有40% 为什么要需要做这个检测 他还都说了 原来检测你的手机 有没有对付把分子器听过盗用 导致你的信息在手机上 OK 好的好的 明白吗 明白 那你出了 现在跟我通话这个手机是多少号吗 5以下 这个是518 7638259 你说5187638259是吗 对 那你出了这个号最外有别的号吗 没有 这是我唯一的号 这是你的手机 对 对 好 那这边 这个 这个 桌机屏幕上还显示一部 是85895 95985 这个号是什么号 这个是他就是 转到我的这个手机上的 转到你的手机 对 他是一个就是一个转转接服务 这样的话 我们我们家 这只要打到我们家这个号 就可以去接到这个上面了 所以这是你家的号 是吧 对 但是我个人的号是518这个 所以如果他有任何这个窃听的话 他应该是在我个人手机这个上面窃听的 嗯 啊 那我这边帮你检查 嗯 然后 如果说待会在笔录过程当中有听不懂听不清楚的请你第一时间发问 好的 好的 如果掉线的话 你的手机就不要站在线 等待我回播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再给我不过来吗 如果掉线的话 啊 对 对对对 就是等待我给你回播 好的 好的 那 如果说你准备好的话 这个你启动这个录音的设备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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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今天时间2019年直日起立 当事人 疑似个人信息外泄 涉及王斌诈骗死警院 现在由我福州市公安局 苍山分局执办警官孟城 警号500126 进行录音笔录被案 并且开立被案证明文件 那为了避免有报夹案的情况 现在请当事人面证明的信息 以及公民身份证号 让录音系统证据的收银进去 请开始 刘涛 140 哪个 哪个 你等一下啊 哪个刘哪个涛 刘就是刘备的刘 涛水波 涛的涛 身份证号 慢慢你也别念书 OK 收银的报夹案 143 12 1976 你等一下 你重新 你重新念一次 143 12 1976 03 08 1595 你完了 对 你身份证号怎么会少一个号吗 你是有记错还是没错 没有啊 143 12 19 760308 1595 143 对吧 嗯 1219 两个 是12 是12119 还是 1121 11219 143 112 1976 0308 1595 是吧 是的 你的老家是在哪里啊 我老家是在河南 河南 平顶山 平顶山 对 好 那我知道了 好 感谢观看